在野阵营欲推动修法缩短中国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 从现行6年减至4年 这样的提议引发论战 懒人包带您一次了解 这样主张可能透露哪些问题 包括我国外配和中配 适用法员与福利都不一致 甚至中配远远优于外配 外配依照国际法规定 需要在择婚登记后连续居留3年 才能后续申请规划 再经历1-5年不等的在台居留才能申请定居取得台湾身份证 而中配则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在择婚登记后依亲居留满4年 接着合法居留连续两年后即可定居申请国民身份证 中配与外配相关的福利待遇大不相同 从放弃原本国籍来看 外配需在规划后的一年内申请丧失原属国籍 而中配不用仅需撤销中国户籍 又因为中配来台不需取得国籍 因此也不用像外配一样参与规划考试 但考试内容关乎台湾社会的基本运作常识 包括选举规则、基本法制、社会福利等等 没有语言隔阂的中配却反而不用参加考试 也被质疑是否能确保融入台湾社会 不仅如此 在申请定居上 中配供需居留台湾满6年 每年在台时间要超过183天 反观外配规划前居留的3年 每年也要在台超过183天 但要申请定居正前 如果每年待在台湾183天 要5年才可以申请成功 总时长8年远多于中配的6年 在配偶双亲福利方面 中配定居后可以申请双亲来台定居 但外配只能申请探亲无法定居 此外中配在台定居的70岁以上双亲 更可使用台湾健保 而外配双亲则不适用 在业党以外配取得身份证 这快4年作为基准 认为对中配不公平 最忽略其实多数外配取得户籍时间超过6年 其他外配光要考试过关 就是大折腾了 摊开现行制度一笔 中配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 其实都优于外配 也让舆论质疑 这次倡议收法放宽 中配限制公平性何在 权利义务是否独厚中配 反倒歧视了所有的外配